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塔罗占卜呢 就是关于你和你喜欢的那个人的爱情缘分 是有多深的 就是这个对象呢 可能是你暗恋的人 也或许是你的一个真正暧昧的对象 或者是你的恋爱对象 就是都可以点进来占卜一下 那么依旧呢 四张牌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号牌 依旧是选择你感应最强烈的一张 因为是盲选 所以背面是一样的 就选择你觉得最应该选的那一张 就可以了 选好了吗 选好了我们一起往后看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先翻开第一张牌 那么第一张牌呢 是圣杯三 正位 就是说 你们之间的缘分呢 虽然是有缘分 但是可能没有 没有很深的那个牵连 你们之间 就是更多的是一种 暧昧的心智的存在 但是呢 也是有 也不单单是暧昧 也有别的感情参杂在里面 但是你们心里 对方并不是你唯一的选择 他确实是能给你带来一些快乐的体验 你也会和他度过非常愉悦的时光 但是一旦你们开始深入了解 就是接触到一些更深处的内心的一些东西的话呢 就比如说 论及了婚姻啊 方面的问题呢 你们之间的问题就会产生了 就矛盾就会产生 就是说你们之间的状态呢 享受暧昧是可以的 但是呢 谈恋爱的初衷是什么 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一段恋情 想要的是什么 你们中间就 不单单是你和他 就是可能你们 除了你们的关系 你们这段关系还参杂了别人的存在 那么我们开始翻开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呢 是死神正位 就说你们的缘分 就非常的浅 你们的爱情 如果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话呢 那么就感情也快 就是消磨的差不多了 就时间呢 没有让你们的感情 没有让你们感情加深 反而是一点一点的消耗掉了 那么的感情 就不管是你想停留在现在呢 还是想让时间倒退 那就那都不可能了 就时间会继续往前走 他们呢 你们会 你们会不断认识新的人 你们的生活中呢 也会有新的人加入 若你们生命中 因为某个人产生的缺口的话呢 也会慢慢的慢慢的 被其他新的面孔给填上 在未来呢 你们这段关系 很可能会面临 智上的改变 或许是你们要 真的要分开了 又或许是有新的事物 或者新的人物 介入你们这段关系 又或许是你们 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背景 不管是新的 开始还是真的 真的结束 就是你要知道的是 当你不得已 必须要放弃 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不管你觉得有多难过 反正后来 都会慢慢的 有新的东西 把你的这个 你空掉的部分 给慢慢的填上 会有新的可能 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但是你心里 其实对这段感情 还有留恋的话呢 或者是想 呃 占卜一下你的 真爱 你的桃花 你可以点击视频 下方了解更多 进一步占卜 那么我们翻开 呃 第四张牌 第四张牌呢 是 从你们的视角来看呢 就是以你们视角来放了 呃 那么这个牌呢 就是恋人逆位 这个牌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们之间 确实缘分蛮深的 然后可能你们的感情 也正在 也正处在非常 呃 很热烈的阶段 呃 你们对彼此还是很 很有兴趣 很有新鲜感的 对这段感情 你们甚至会觉得 就认为 对方就是你 觉得 就是你 呃 此生的唯一了 呃 或许呢 是你现在的 这样感情状态的 就是在暗恋着一个人 呃 还没有表白 但是 恋人牌的出现呢 就表示着你们之间是 确实能发展爱情的 呃 也存在收获爱情的可能性 就是 目前你们的爱情现状呢 是有突破的可能的 呃 你们的缘分 是 呃 值得你去坚持一下的 若你想知道 你现在这个对象呢 会不会 呃 值不值得发展 呃 是不是你对的人或者是别的 你有别的爱情问题 呃 想另外占卜的话呢 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了解更多 那么我们来到最后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呢 是 圣杯六 呃 圣杯六怎么说呢 就是你们之前 不管是快乐 悲伤或者是 呃 你曾经怨恨过对方 或者是 你很很舍不得对方 但是过去了 你也应该慢慢的学会去释怀 去放下 就你一直想着过去的事情呢 你现状也不会有新的发展 你也你也看不到新的可能 你们的关系的话呢 就一直没办法突破 就会一直保持现状 呃 不会更关系 不会更进一步 呃 也不会变得更更加糟糕 暂时会保持一个停滞的状态 呃 若是你们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 跟以前对比起来是 变了 有区别 那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心态变了 心意变了 或许是打比方说 是因为你比以前 呃 更成熟了 你在不是以前 呃 以前那个 呃 思想上还有点幼稚的自己 呃 所以 你心心变了 看问题啊 的 角度也会变 然后感受方面也会有变化 就是 不管是你想走呢 还是想游呢 决定权在你的手里 就是 这段关系目前就会保持现状 呃 你改变的呢 你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呃 你能 你能决定的就是你自己的举动 去做什么 那你能做到什么 我 帮我 你